有很多粉丝问如何嫁接羊梅 我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 如何嫁接羊梅的方法 我们在嫁接前的话 我们要喷一下消毒的 消毒水 就是我们做一个消毒的药 我们工具上面也要消毒的 羊梅已经消毒以后了 我们工具也进行一个消毒 你看我平常是没带手套的 我嫁接羊梅了 我要带一个手套 这是酒精 消毒以后呢 因为我刚刚嫁接其他的品种 所以会有这个叶 在这里 我们用酒精擦四个 再用纸巾擦一下 我们一定要先把它修整一遍 削这个牙条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位置 距离可以放宽一点 这样子长度拉长一点 有点像那个一刀切 在这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削下去 达木这个地方 可以往深一点 我们先先一个 两刀削 我们削的时候呢 这一面是平贴的 平贴这个木质布的 在中间这里 削完以后呢 我们这个 你看我 我用下嫁接羊梅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是结穗 沙木这里跟这个结穗 你看面积 你看 相当于我们做三层来贴 就是形状皮 与形状皮是对接的 这样子含接的话 它发来率是 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的形状皮 三面的形状皮 都粘连在一起 我们形状皮是 全部服贴的 用手固定它 用架线膜把它缠住就可以了 我们一定要做好那个消毒工作 它不会容易感染其他的那个细菌 会腐烂呢 或者会发害 对我们在朝着这个时候呢 我们戴上手套 最有安全的了 那这样子拉紧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